绿色的是方法 属性的话 像刚刚有end 这个叫属性 属性指的就是说 包含物件本身的一些 像一些状态 资讯 资料 外观 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反正它就有点像一个名词 它储存相关的资料 都会储存在 它的属性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知道什么 像end end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上下左右 指的是什么 它的边界 就是它这个范围一定是 一定是有一个像最左 最下 最上 最右 反正上下左右这个方向 那如果像刚刚我们是 这个地方 会抓回来的 那回来的话 这边一样是抓到一个ROM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一样会有个属性叫ROM 这个属性指的是 它的状态 它会把资料 最下面侦测到的 这个列它会回报给你 所以回来 这个目前看到是10 所以从这边的话 自动就是用那个10来代替 它会跑到那 跑到10就停下来了 当然未来也许你资料会变多了 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大概是这样 因为各位刚开始还是接触这个VBA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慢慢慢慢的 也许你还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你游标放在 假设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游标放在某一个属性上方 配合一个按键叫F1 F1就Call Help 那实际上 它会跳到网页里面 然后会怎么样 会告诉你这个相关的属性的相关说明 那VBA要怎么撰写 这边有没有相关的 相关的说明 然后语法 还有范例 还有什么范例 这边有更多范例 还有这些啦 不过仅供参考 如果刚开始 有些东西啦 那没办法一下 马上让你们就全 而且有些东西说真的 这些说明 其实写的跟天书一样 那如果你哪一天看了什么天书 那你就对VBA已经算是高手了 那刚开始 真的不是从头到尾 你要看关键的地方 比如这个属性 它里面有 像我的习惯啦 最后我干脆就先看范例啊 照着范例嘛 反正里面照着去使用它 这些东西啊 其实真的蛮花时间的 那太多东西需要去了解 但是不是十倍 你最终还是要整理出一套逻辑 就是怎么去使用它 有点像你家里买一个新的家电啦 比如一台电视回来 你不可能所有的功能都知道嘛 但是你至少遥控器嘛 一些功能你至少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说明书看一下嘛 大概你就知道慢慢会怎么去使用它 那大概也类似的概念 这些物件啊 它都是存在的 然后呢 你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去学习 去使用它 OK哦 那当然因为今天才第二次上课啦 所以一下没办法哦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刮弧自串公式 就是输出公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是要透过输出公式 而是要输出全部的东西的话 那这边当然哦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 也许有了 有些同学这边有看到这一串 就这一段一定是sub到and sub 那至于里面呢 写些什么东西 基本上也是从刚刚的 这个结构衍生出来的 我把它贴上去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它预设的字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字太小 你可以从工具里面的选项 工具选项有没有 撰写风格 预设的字只有九号字 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大一点 不然的话看了应该会蛮辛苦 尤其我们这边的解析度 其实调得还蛮高的 看起来蛮辛苦 我把它改成10了 OK 好那这一个部分呢 里面到底有哪一些 跟前面不一样的 其实基本上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当然这个清除 这个把它清除 刮虎字串 跟刚刚最大的差别是 这里面放的什么 是最后输出的什么 结果 跟公式输出的最大不一样 这边看到是结果的 可是如果你刚刚按公式的话 它里面放的是什么 刚刚的公式 所以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 那不过上面这个方法可能是过度的 主要我觉得VBA比较正规的 还是会用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方法 那大家有个清楚 那怎么样让这个程式写出来 其实这个概念 那请各位等一下练习一样 在这边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好了 我的习惯是 拖拉按个Ctrl键 按Ctrl键 主要是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就是复制工作表 你在另外工作表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VBA 那这样在这边做练习好了 把它分开来 就是函数归函数 VBA归VBA 那这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这个程式里面 基本上有几个重点 一 其实它还是遵循这个刚刚的方法 抓到钱瓜虎的位置 不过在VBA里面 它没有叫FINE 这个函数不叫FINE 但是有另外一个函数 它叫什么 叫INSTR INSTR这个函数 用这个函数取代这个FINE函数 在VBA里面 它不叫FINE 那另外第二个呢 这个INSTR 它这个函数呢 传的参数 跟用FINE又不太一样 FINE是先给它刮糊 再给它去哪边找 那这个INSTR这个函数呢 它刚好颠倒 先告诉它在哪个储存格 再去给它符号 OK 这第二个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说呢 如果它找不到的话 像FINE函数是用VALUE 有没有 这个函VALUE告诉你 可是呢 INSTR里面 它如果找不到的话 找到 它会告诉你在哪个位置 找不到 它会等于0 0的话表示 我找不到了 OK 所以大家会有这些差别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改成 用VBA来撰写的话 那我们又有哪些重点 第一个 首先 其实我也是拿那个清除 干脆用清除这个来改 那改了哪些地方 一 把上面的名称改成 也许叫刮糊字串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是FORNESS 只是中间这个地方 是我重新加上去的 那加到哪些地方 第一个 一样去找前刮糊的位置 那我会多一个A的变数 这个变数呢 名称可以自己取啦 我叫A好了 那你叫XY也可以啦 这个变数呢 主要是存什么 存 我刚刚讲嘛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VBA的函数 Find函数是Excel里面的函数 那 虽然说他们都在Excel里面 可是名称有些时候都不一样 主要是他们的那个team里面 没有整个啦 所以你打个VBA点 有没有 其实这个VBA有没有 就是一个大的物件 它里面的话有一个函数 所以你发现这个地方 我把它点下去 这边会出现什么 INSTR出来 那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什么 点它两下 比如说你前刮糊啦 当然这个自己可以打 他问你几个问题吗 其实未来 你们在撰写VBA程式的时候 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优点 就是你刮糊 它会跟你讲一些讯息 其实你看这个讯息 大概就知道 它要你做什么 第一个 START 问你开头的字 如果没有你先跳过 第二个 START 我刚刚讲过 刚好跟Find颠倒 START 指的是哪一个位置 那我们要从哪个位置呢 告诉他说 你帮我在那个Sales里面的哪一个位置呢 有没有 同I列里面的哪一个栏呢 A栏里面 帮我找找看 找什么东西呢 找那个前刮糊的位置 所以你就打一个前刮糊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找到前刮糊的位置放在A 再来呢 找后刮糊的位置 所以写法一样 当然你这个VBA点 你要不要加 加不加 其实都可以 OK 那主要 当然我是主要让你知道 原来这个 E3 它是在VBA这个大物件里面 所以未来 如果你想知道说 VBA到底有哪一些函数的话 其实就是这么多 头到尾 你每一个都去了解 那你这个VBA里面的函数 大概都彻底就可以知道了 OK 那当然后面我们会陆陆续再跟各位讲一些其他的函数 那找前刮糊 找后刮糊 那如果找不到 这个时候呢 当然如果找不到等于0嘛 那我们主要是要输出是 它不等于0的时候 才要输出 所以呢 我们就判断 那判断呢 在VBA里面 一定是if 加一个then 中间的话呢 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什么情况 如果A不等于0 表示有找到 如果找到了哦 就输出 那如果没找到 那就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表示原来空白的 它还是空白 OK 那输出到哪里 写前面 输出到B栏 所以把B栏写在前面 用切字串 你会发现这个MID 刚刚的逻辑 几乎一模一样 MID 那切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 切 哪一个字串呢 切一样是Sales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Sales I列的A栏 在A栏里面切 然后呢 逗点之后 它会一样 这底下会有个出体字 告诉你 第二个问题 STAR STAR是什么 从哪个字开始 从前刮壶 前刮壶加一个字 所以A加1 逗点 这个叫LAX LAX指的是 就是它的长度 那就是怎么样 后刮壶剪掉前刮壶再剪掉E 不是逻辑一模一样吗 对不对 前刮壶的位置 后刮壶的位置 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我们是用IFL 这边的话是用IFL来代替 最后后刮壶 切出要的东西 放在我们要放的位置上面 OK 后面的东西就会丢给它 那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 基本上清除 清掉 那这个可能跑得比较快 我设一个中断点 因为程式咻一下跑完了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结束了 所以我把它设个中断点 执行一下 它会停在这一行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会先跑第二列的赵大棚 所以呢 A等于零 为什么 因为找不到 B也等于零 所以呢 A如果不等于零的话 才会跑这里 但是A等于零嘛 所以怎么样 跳过去了 意思是什么 什么事也没有啊 因为没有东西 你叫我切什么 就没有跳过 那是换下一个 那下一个这个时候 NAS I 变三 这时候呢 会抓什么 刘云 刮虎第三届冠军 所以抓到了 这个时候呢 A等于三 B等于 B等于9 就刚刚那个 那如果A不等于零 表示有找到 有找到才处理 处理这个讯息 那就把它切出来 切到哪里去呢 后面的东西切完之后 就丢到前面 刚好这个位置 因为现在A是等于三 有没有 输出第三届冠军了 一起累推了 所以这个后面都一样 那我就 就把它中段点拿掉了 然后让它全部跑完了 这样子 应该懂那个逻辑了 只是要你 这样你 从头写完 我想应该很 有困难的 慢慢来 如果可以的话 哪一天 静下心来 不要偷看 全部把它打过一遍 如果你可以办得到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会越来越 很顺的 就把一些城市 可以解决掉了 就像有些问题 你 很多人真的就 慢慢在那边 涂发亮 但是我想的 跟你想的 就不一样 我会希望 你刚刚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把它写成 这种回圈 按个按钮 全部的东西 完成 那你每天都要做 你每天都要做 那你不是每天都要浪费 很多时间 那我只要一个按钮 事情就解决了 那我每天 把这些时间 把它节省下来 你会发现 可以节省 非常多的时间 那可以做到 多复杂的东西 其实可以做 非常复杂的事情 包含可以自动 从网络上 自己捞资料 放到Excel里面 运算完结果 自动产生报表 甚至寄给 任何一个 你想要寄的人 而且还可以 设定 每天的几分 每天的几点 几分几秒 或者是多久做一次 那意思就是说 它几乎可以做到 全自动 当然这个是一个目标 终极目标 但我们还不要 讲那么远 先把眼前的 慢慢做出来 你会发现 你累积累积久了 你会可以做出 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程式 也在这里 OK 那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做一个制定函数 就等一下讲这一段 它这个可以做出什么效果呢 就刚刚我们前面讲 如果我不要按按钮 我希望能够 插入一个使用者定义的 刮胡制作函数 逻辑很简单 反正再跳出来 资料给资料 按确定 向下填满 解决了 两者当然各有优缺点 各有他使用的 这个时间点不一样 反正两者 你可能都需要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